欢迎来到今天的云端世界 美国的联邦政府停摆 已经将进入第四个星期了 停摆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政府的预算没有通过 当然就没有钱花给这些联邦政府的职员跟雇员 将近80万的雇员目前不是在处于无薪假的状态 无法上班 就是上班 但是目前只能拿到政府给你一张领具欠你钱 日后会补偿给你 但现在算是无薪的继续工作吧 这一切的窘状过去发生过 但从来没有这么长的 眼看就将打破记录了 理由在什么呢 理由在于美国的政府跟国会目前闹僵了 那我想到最主要原因 当然很重要很多 但直指最重要的关键 应该就是这位白宫的主人川普 川普认为国会所通过的预算中 没有一项他要的最大的那一项 就是57亿的美金 要拿来兴建在美墨边境的内堵高墙 而美国的众议院在经过赶选之后 民主党掌权之后 认为这个墙既无效率 也没有安全的可能 根本毫无意义 因此就是不给钱 因此川普索性就把关门作为一个手段 来要他所要的 这是不是跟小孩要糖果很类似呢 很多人认为是如此 不过川普怎么这么想 他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一项政界 当初他还在竞选的时候提出的第一条就是 他认为墨西哥的边界跟美国交界处 是最危险的一个国境所在地 无数的罪犯恐怖分子 毒贩乃至侨暴犯都从这里来的 也就是因为没这堵墙 因此他认为他对于选民最大的承诺 就是这个证件 而且如果过了这个时机 恐怕眼看未来两年 他将再无任何机会通过 因此他拿出了一切的手段 就是非要拿到这57亿美金的竹墙费用 顺利看到他到边境地间直接巡视 穿上了那种只有巡视灾难地区 从而穿的衣服 表示这里正处于严重的灾难 他很可能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然后动用国防部的经费 跟动用军队来盖墙 他就是要这堵墙 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政治人物的承诺 但也可以眼见川普的韧性所为 同时也可以知道 他基本上就是以此 作为一个美国的最新名义 要做一个严重的考验的考核 最后双方是谁胜谁负 就看未来这一两个星期的发展 美国政府关门打破史上最长的一次 已进入第21天 包括35万名无薪假及45万政府员工 总共80万人领不到薪水 全国国会通过的政府预算 没有川普要的一笔大钱 美墨边境盖围墙的57亿美元 所以国会已通过的联邦预算 他死也不签 因为总统不签名 预算就无法拨复 借此威胁国会给钱 从去年底炒到今年初 双方多次杠上 1月9号更高调举行 他任内第一场全国电视演说 对着镜头震惊为座 晚上9点黄金时段 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大说特说 九分多钟谈话 川普解释为何非要逐墙 还把盖墙拉高层级为 美国国安与人道危机 但众人心里明白的是 这道场代表的是 他的竞选承诺 更是他竞选连任的政治博弈 美国电视台虽全程及时转播 但有趣的是川普一边讲 媒体有志一同对他说的话 进行fact checking 事实查证 就怕他黑白乱讲 但美媒查证 2001年非法移民超过 160万人 去年大幅骤减 7成5到40万人 也就是说 川普口中非法移民 与日俱增 根本是错误资讯 他捏造的事实 还有这个 真相是协议中 根本没有这笔款项 全国演说变成抓错大会 全国演说变成抓错大会 且不止媒体动员纠错 川普对民主党的指控 也在演说结束 一分钟后 随即遭众议院议长 培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 联合直播 一一打脸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ing failed to get Mexico to pay for his ineffective unnecessary border wall and unable to convince the Congress or the American people to foot the bill has shut down the government President Trump must stop holding the American people hostage much stop manufacturing a crisis and must reopen the government 其实早在这场演说 开始签约六小时 三人一再白宫密会 没几分钟 培洛西和舒默 就被川普赶出白宫 它是冷了 然后温度还没有更加热 在这个房间里 我们议会没有长时间 总统刚才出现 他问川普普洛西 你会认识我的桌子 她说不 然后他刚才出现 说我们没有什么要谈 川普照惯例 发推特炮轰 和他们开会根本浪费时间 毫无进展 接下来的30天 若国会不批准盖墙预算 他也没打算让政府开门 我的标签是 如果我没办法和不正确认 全国演说前 川普曾多次放话 要发布全国紧急状态 动用军事预算 派兵盖墙 我从来没有拖拖人 但是我应该可以做 这是国家危险 美国前总统 也曾动用过国家紧急命令 包括2001年911后 小布希发布紧急状态 欧巴马十年前 也曾因为竹文宣布 国家发生危机 才动用的紧急法 川普近是为了一道墙 为了他的政治承诺 最终川普没敢宣布 因为此时发布紧急命令 实在说不过去 且国会也不是完全没给钱 因为美墨边境已有654英里 约1053公里的屏障和栅栏 国会运出25亿美元 翻修现有的屏障 但川普嫌不够 他要盖一座千里长城 且是刚志强 演说后隔天 川普继续施压 清零美墨边境 全世界都进入 因为它是弱的地方 叫它什么都要 即使是石油或石油 你都不在乎 我们需要阻碍 与其说要盖墙 不如说这是满足支持 他选民的政治戏码 新国会才刚开始运作 川普就来搞个大将局 一道边境围墙 一场美国政治风暴 山雨欲来 谈到这次跟川普抗衡的 由民主党所掌握的 美国的新众议院 最大的成员特色 就是女性出头天 以及多元背景 其中有一位 尤其受到瞩目 就是你看到这位 29岁的科提兹 他来自美国纽约市 所选出的众议员 也是有史以来 美国国会众议员当中 年龄最轻的女性当选人 但这些条件 不是我们今天讨论它的理由 而是迁徙时代的竞选手法 它就是一个最佳的典范 其实今天在台湾 乃至世界很多的 民主国家选举中 我们都看到了 年轻素人的胜出 以及靠着网络直播的手段 来获取广大的选民支持 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特色 原因就在于 他们代表着一种真实率真 同时靠着直播的武器 不实地跟选民 永远似乎都在一起 就靠着这种方式 他们这一说是 用直播来拉选票 而科提兹的故事 更是一个标准的小虾米 搏倒大鲸鱼的故事 来自一个非常频繁的家庭 就靠着朋友的募资 以及小额捐款 慢慢慢慢打出他的人气 听起来蛮熟悉的 似乎这种选举 胜利的故事是越来越多 看看这位科提兹 所代表的新世代的政治人物 是一个怎么样的模式 不分男女齐声尖叫 民主党政治新秀 这一刻正式诞生 我不能让你知道 她现在正在电视上看着她 你感觉如何 你能够评论吗 没有 去年6月 纽约州第14选区 民主党众议员党内初选 29岁从没公职经验的科提兹 居然以57.5%的得票率 高出对手15个百分点 大胜再任20年的资深议员 可劳力 我现在不能相信这数据 但是我还知道 每个人在这里 都用了自己的肩膀 来改变了 美国的美国的美国 这是我知道 科提兹这只小虾米 打败民主党内第四法交易 取得众议院参选资格 跌破众人眼镜 声势瞬间勘掌 她现在在历史上 成为最年轻人的历史女士 在历史上 请欢迎 Alexandria Ocasio-Cortel 请欢迎 House Democratic nominee Alexandria Ocasio-Cortel 爆冷出现人气直线飙升 各大脱口秀 争相邀她上节目 气势一路望到 11月期中选举 让她击败共和党 成为美国史上最年轻的 女性国会议员当选人 成为2018年 最闪耀的政治明星 众人不禁要问 她究竟凭什么 各位 这些是秘密的 地坑洞 当你实际上证明 你会获得一个 娱乐帐 看这个 这很可爱 你也会获得一个 年轻人书 实际上证明 我会获得一个 帖子 学校帖子 救人后 她在国会山庄内 边走边直播 让过去硬邦邦又老扣扣的 政治变得贴近 支持者仿佛随时可以看到她 无疑的年轻是她最大的本钱 但树达招风 也成了阵敌攻击对象 有匿名网友挖出 可迪兹大学在屋顶热舞的短片 上传网路说像个傻子 企图丑化她的形象 结果反被网友说 觉得可爱疯狂传阅 柯提兹也趁机反击 在国会办公室门口跳舞回应 柯提兹坦率做自己 连CBS的重量级访谈节目 也找她专访 真的出选前 柯提兹完全不被看好 媒体连她的名字都不愿意提 在没有企业家金元状况下 靠着小额捐款和伙伴们 一步一脚印上街发传单败票 还得用直播跟选民拉近距离 真诚的话语打动人心 且出生纽约的柯提兹 因为父亲早逝 由波多黎各籍的母亲当清洁工养家 为了帮忙佳绩 柯提兹大学毕业后 同时在酒吧当酒保 及餐厅当服务生 对于劳工生活的困境 完全感同身受 尤其他竞选的第14选区 70%是外来移民 人口结构以劳工为主 但原本的老议员克劳里 虽然当了20年 却几乎不跟在地民众互动 给了柯提兹一个脱颖而出的大好机会 他马不停蹄跑行程 也分享败票中的趣味镜头 让网友觉得好亲切 在Instagram吸引170万粉丝 加上曾在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阵营任职 选前就公开宣称 自己是社会主义支持者 与密同行的言行迎来认同 最终赢的选举进入议会 当选后为了兑现他的理念 喊出富人加税提案 虽被说是激进分子 都不影响他想打造理想社会的决心 就在他当选几天后 有环保团体占领民主党 众议院议长裴洛西的办公室 关心环保的柯提兹 是新院议员中唯一加入的人 对于总统川普 柯提兹批评更是直接 1月3号就人这天 他在第一温的华府 一身短袖红色洋装显得格外强艳 以素人之资闯进国会 没有包袱的柯提兹 成为现今美国当孔的政治新星 他上演的纽约奇迹 证明了网络的力量 让他成功以小博大 还有政坛的世代交替 以示大势所需 网络世界真是每天都有惊喜 甚至惊奇 2019年也绝不厉害 在刚刚开始没几天 我们已经看到好几件 只有在网络世界才可能出现的事情 已经影响了全世界 而且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也改变了太多人的命运 我们今天就列举三件事情来告诉您 我们这个世界已经改变了多少 第一个是有一部网络电影 最近在全世界推出 得到了极高的收视率 里面的剧情主要叙述在一个未知的世界当中 人类不能够看任何东西 否则就会自己走上绝路 因此必须把眼睛全部蒙上 才能安全地活下来 当然电影中描写得很逼真 没想到收视率最后 缔造的是所有看的人 也跟着去模仿 然后把自己眼睛蒙上 从事各种危险的动作 只因为在网络上把它播出来 博得大家的一笑 甚至是大家的赞赏 但里面的动作也是太危险了 包括走在公园里面 或甚至故意走到快车道上 逼得电影公司只得发表声明 表示大家千万不要再模仿 这是过去可能难以想象的事情 还有我们看到一名18岁的 沙沃迪阿拉伯少女 为了逃避她家人的迫害 给一场她不要的婚姻 在推特上发文之后 既然就像得到了全世界的帮助 最后她已经变成了一名政治难民 至于她跟她未来家庭今后的关系 那已经不是网友们所关切的 至少她目前已经是一个自由之身 在过去求助有很多各种方式 但如今显然网络界已经保证 最快速甚至最有效率的 SOS求救的手段 还有就是在日本一位巨商 干脆就发钱给大家 也让网民高兴 而且一大手笔就是一亿日元 发给一百位网民 每人一百万日元 告诉你花个愉快 我也高兴 这是只有网络世界 才会出现的疯狂事情 人们在看我 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的身份 我的天啊 你瞧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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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日来临 世界陷入一片混乱 隐形怪物 透过视觉 入侵人体 逼人类亲身 想保命 就得蒙上眼睛 有影后山竹布拉克 主演的电影 蒙上你的眼 挑战 蒙眼求生 科幻又惊悚的剧情 短短一周 就缔造四千五百万账户 观看人次 创下Netflix原创电影 最高收看记录 随着电影热播 全球竟然 也掀起一股猛眼 挑战热潮 猛眼剪头发 猛眼洗澡 网友群起模仿 犹如病毒般 迅速扩散 连新闻节目主播 也沦陷 体验伸手不见五指的刺激感 开边小玩笑 当然无伤大雅 只是挑战内容 五花八门 有些更是跨越红线 带来危险 像是蒙眼走路 害小婴儿直接撞墙 还有人猛眼开车上路 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置之不顾 2019年开春嘴型热潮 尺度越玩越大 逼得Netflix不得不跳出来警告 千万别再跟着做 可见网路力量之大 沙鲁迪阿拉伯一名18岁少女 就靠着社群媒体救了自己一命 我没有离开我的房间 直到我看到UNHCR 但我还想到阿塞 窝在饭店房间里录影片 向全世界求救 沙鲁少女奎农宣称 常年被爸爸和哥哥身体精神虐待 日前趁着和家人 到科威特度假时逃跑 原本预计飞到澳洲寻求庇护 没想到六日在曼谷转机时 被移民局拦截 担心自己遣返后 会因背弃伊斯兰信仰遭到杀害 他被扣留在机场饭店时 用床垫和桌子堵住房门 拒绝和泰国官员谈话 尽管护照被收走 奎农立刻用手机 开设了推特账号向外界求援 PO出护照 机票 学生证照片 证明自己的身份 立刻获得关注 泰国当局原本计划将奎农遣送回国 但她的处境在社群媒体迅速延烧 意外全球瞩目 联合国随即派人了解 泰国在不到48小时内态度大逆转 没把她遣返 还协助她跟联合国及澳洲内政部联系 彗农最后成功获得合法难民身份 对她来说堪称一大胜利 靠着推特扭转命运 恐怕是各界都始料未及 运用网络制造话题博取关注 是这个世代越来越不可或缺的能力 而当今日本最会操作网络的人 恐怕非她莫属 前则有座 日本最大时尚零售网站Zozotown的创办人 2019年才刚开始 她就为日本人送上大红包 真的不是诈骗 为了庆祝新春生意开红盘 潜德有座1月7号在个人推特po文 送出一亿日元现金奖 当作给网友的压岁钱 只要转发贴文 每人都有机会获得100万日元 相当于台币28万元的大红包 这刀撒钱举动短短两天轰动全球 推文被转推超过500万次 打破历史记录 就连奥斯卡主持人艾伦 在典礼上纠团自拍 也才被转推330万次 现金直接转账到你户头 有钱就是任性 潜德最新po文 因为反应太好 还想发起第二波撒千活动 潜德有座排名日本第18大富豪 超懂得享受人生 还与女星刚力彩牙交往 爱情事业两得意 年轻时玩乐团奔放个性 打造活泼创新的时装企业文化 去年9月潜德更和钢铁人马斯克合作 宣布2023年将成为全球第一位绕行月球的旅客 世界上有钱人很多 但像潜德有座这样大名大放的富豪还真的罕见 网络带来的惊喜 随着2019年这三大意外 越来越令人期待 任医生的命运经常会有很多的变化 但有时候这个变化之巨大 令自己跟外界都难以相信 接下来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但如今剧情还没有结束 悲剧可能还要继续的发展 发生在您看到这个人身上 他的名字叫做高恩 他是谁呢 他是汽车工业的一位巨人 出生在巴西 而且有着黎巴嫩籍 上个世纪他的法国发展 结果成为了法国雷诺汽车的会长 由于他的卓越才能 因此上个世纪的时候 法国把他派去了日本 协助帮忙日产汽车的起死回生 当时日本的日产汽车陷于危机 没想到这个外国联孔的人 还居然半成了 真的成为日本汽车工业的一位 有着外国联孔的民族救星 于是最后他一帆风顺的发展 不仅是日产汽车 不仅是雷诺 到了后来三菱 也成为他的麾下 他一个人主管三家最大的车厂 他的权力跟影响力 可想而知 足足将近有二十年之久 但去年十一月 一场巨变之后 他成了阶下囚 如今还关在东京的大牢里面 理由是他涉嫌逃落税跟背信 以他这么样身家人 以他这么久的经营才能 真的突然之间会有这种事情 最近他终于出庭了 他说他自己完全无辜 而且痛斥的是日本的司法界 对于他所实施的种种的不公 包括来采访的很多欧洲的记者 也认为日本的法律界太莫名其妙 既然对这样一个显赫的人物 给予这么样严重的刑罚 而且到现在不放他出来 他的加入也透过了各种的方式 在网络上要求社会给他声援 究竟高温是无辜还是有罪 究竟他是一位罪人还是一位救星 究竟日本汽车工业 容不容得下一个外国人 这些都是问号 显然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答案 东京地方法院外 涌现上千人排队听审 来自各国的媒体也挤爆现场 日本年前爆发震撼国际的惊天丑闻 由汽车界救世主之称的 日产汽车会长卡洛斯格恩 涉嫌低暴薪资挪用公款 遭到东京被检署逮捕 谷歌恩被捕会如此惊天动地 因为他纵横世界车坛四十年 担任雷诺日产三菱 全球第二大汽车联盟主席 却爆发丑闻 歌恩报的薪水 2011年开始五年间 总共为五十亿日元 但查出来其实少了五十亿 也就是歌恩的收入 其实是一百亿日元 东京地方检查厅就发现 报表上的数字有问题 他把股权换成现金 得到约四十亿日元 但在有价证券报告书中 登记数字却是零 神不知鬼不觉摸走大笔金钱 且罪状还不止这一条 2010年 歌恩利用日产资金 成立了一间荷兰子公司 以风险投资名义 在全球购筑 私人豪宅 一间比一间高级 他还带家人到世界旅游 享尽奢华生活 而这一切全都由日产买单 日产员工心情复杂 毕竟90年代泡沫经济 日产能起死回生 全靠歌恩出手相救 他在美国生生 在美国生生 在美国生出世 语学了在美国 他语学了英国 英语 也认为她是五个语言 或是这样的 一切都在美国 将在美国的努力和痛苦 将在美国的努力 将在美国的努力 将在美国的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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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在美国的人 将在美国的犯牌 将在美国的犯牌 一口气砍掉两万名员工 关闭部分工厂 从各方面节省开支 天天日益继业工作 还被当时的媒体称为7-11 各方面的解决 专门也带入欧美经营风格 让保守排外的日本商界 开始接受外来企业文化 他振兴了日产汽车 一年之间转翅为黑 达成不可思议的V字回复 成为少见的日本外籍英雄 甚至有出版社 推出以他为主角的漫画 2016年他趁着三菱汽车 亏损重挫时大举进攻并怒联盟 不但让三菱起死回生 也保住许多日本人的饭碗 然而改造过程中 戈恩也一手掌握日产 挟持了三间公司的经营与资源 雷诺虽然持有日产百分之四十三股权 但以销量来看 日产完胜雷诺超过两百万辆 却被当成金基姆 进贡盈利 引发日产高层不满 另一方面 戈恩也低估了日本人 对品牌的忠诚度 2018年初 戈恩提出整病三社联盟想法 让日产干部出现品牌消灭危机感 时间点很敏感 东京检察署三月就接获日产员工密报 以认罪协商方式揭露哥恩种种不法行为 经过多月调查 一点风声都不敢走漏 去年十一月十九号 埋伏行动展开 日产专机一降落雨田机场 戈恩和心腹凯莉 马上因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 遭到逮捕 本人的主动 重大不正行 大大三点 一人的心意 集中 这个逮捕消息曝光 仅仅一个小时后 日产CEO西川广人 就召开了谢罪记者会 痛批戈恩贪污 集权 毫不留情面 当年被戈恩拉拔的西川 大意灭清举动 引爆日产公斗说 西川广人变成日产新当家 法国多家媒体 不但用政变意思来形容 甚至同批日本人不知感恩 也有人揣测 这是日本政府在背后操控 引爆日法外交角力 1月8号 戈恩被宰之后 首次出庭露面 他花了10分钟为自己辩护 儿子也透过媒体放话 认为日本的司法程序有问题 爸爸被诱导逼供 从救世主到接下求 戈恩被羁押在东京看守所 只有三平大的单人套房 已经将近两个月 这里来说本该获得保释 但日本检方再度以特别被信罪等追加起诉 当年解救日产是不争的事实 但路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追出商场公斗 残酷真相 简直比八点档还精彩 戈恩一代车界商人传奇 从此别落神台 科技真是每天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跟改变我们的生活经验 你看到现在的人工智慧的种种技术 已经运用在很多的行业 包括每天我们的生活住行 其实有项行业 逐渐也开始大量的采用 而且可能你想象不到的 那就是美法美容业 在过去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 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接触 难道科技在这里面就帮不上忙吗 当然不是 你看到现在的美容美法业 包括了亚洲的趋势就是 他们开始利用各种的大数据 来整理顾客的资料 让顾客跟店员之间 以及跟店家之间 有更直接的联系 同时运用数据整理你的喜好 同时在各种方式当中 帮助你加速这种 所谓的美法美容的进行 像是各种的方式来脸型的辨认 包括各种的发型的 透过科技的呈现 这些手法都无非希望能够让你在科技的世界当中 找寻到最美丽的面容 的确 科技已经在我们的美丽的世界当中 扮演起更多的帮助角色了 这是Google刚问世一个多月的AI语音助理 机器人和真人通电话 你说我答 完全南部倒塌 连语助词都超有人味 科技化身 私人助理 打理生活大小事 而国内一家三十几年的连锁发型沙龙 也正一步步翻转你的消费习惯 隐身在紫王上方的这一台约莫一个拳头大小的AI人脸辨识装置 快速扫描后 你是命迷吗 我刚刚有收到你的APP预约是 你今天是要剪头发是吗 那我们这边请 顾客才刚踏进门 设计师仿佛学会读心术 立刻知道你是谁 还能掌握你的变法需求 他刚刚走上来之后 我们先检查他的快速拍照 这些照片会传到我们的圆端 那圆端我们会去问我们的 脸部AI智能分析出他是谁之后 这边会跳出来他的顾客资料 你就也知道说 他当成约了哪些人 顾客上门不需直视镜头 蓝色方框自动锁定 连续截取动态图像 只需几秒钟就能认出你是谁 甚至知道你上次做了什么服务 客人可能会记得设计师 但是其实他有很多客人 他不是每人都记得 所以会方便他们 更预计他们的客户 搭上全球AI潮流 台湾美法集团首都成立科技部门 不让传统产业的手艺陷于埋头苦干 决定做大 混搭美法服务与科技趋势 还独立开发APP 从消费前就深入你的美法体验 可以跟设计师直接沟通 省很多时间 顾客透过APP 事先选定消费项目和可约时段 资讯送出后 会同步传送到设计师手机 等于直接指派专人接待 可能大家很忙说 没人领这个客人你知道吗 或者说问了他说 你约谁约几点 就是审讯这些很复杂的过程 会比较方便 因为在上面他可以看到 就是可能这个设计师的一些造型 或是资讯 客人不用等 就等于帮顾客节省保贵时间 尤其要做繁复的造型时 更发挥效率加倍的辅助 设计师将法片一片片接上 这样的工序就得花上近一个小时 这还不包括将法片颜色染成 和原生法色一模一样 但透过科技协助提前作业 手机APP及时沟通 客人消费前染好的法片早已准备好 变美更有效率 你先约可以帮你先用 你就不用做这么久 没法导入科技 顾客与店家双赢 其实是施法亚马逊无人商店的概念 AI和科技取代柜台 行政等人力 大数据也成立起 过去毫无头绪 翻找杂志和发型书 现在透过APP里 集结万笔以上的设计师作品 形成大数据发型资料库 在万千发型中选定造型 若担心完成后跟想象中不一样 别怕APP里的AR运用绝对让你惊艳 打开手机APP 拍上自己的照片之后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或类似的发型 可以自己套用 他会直接推荐 能帮你做到这件事情的设计师 对镜头摆中头部 就能秒变发色 甚至瞬间换发型 AR抢线试看 避免踩雷大失所望 科技结合美发服务 幕后推手是一群30岁不到的年轻人 这一台的话我们就更多是这个 后端数据的收集跟分析 萤幕上密密麻麻的程式语言 是传统美发业整合科技的第一步 科技部员工各司其职 就是要找出你的消费密码 过这个资料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笔都轻轻出处 我们可以知道它的消费周期 平均都是45天 可是这次比较长久才来 我们都可以直接发手机推波通知 之类它的消费品项来做分析 分众来管理我们的个顾 一路从剪刀手起家的董事长 对30多年来的产业变化最有感 在五年前在美发来讲 还是真的一个很扎实的 就是顾客来 你要洗浅烫南部 有揭法种种项目 如果你没有导入这个 网路科技时代 你根本没有客人做 以前的不一样是 在马路抓人 花辫子 现在不用到马路 在空中抓人 你营销模式差很多 他们都有用这个APP吗 当然你年纪大一点的话 他就没有这个习惯 这个越年轻的也有这个习惯 那么我的思考是反向操作 就是越年纪如果比较大一点的 他没有这个习惯 他反而更新鲜 为了他苦心经营的心血 能永续经营 他大胆放手一试 成立科技部 搜集消费者大数据 分析客群和消费需求 消费周期到了 若顾客没来 还会主动推播客制化促销讯息 更提供一站式服务 AI检测肌肤让你面面俱到 所有服务都能在云端支付 支撑美法电在2019年新年之初 就引领业界之先 用科技为今年的业绩 缔造假期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云端事节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 和您再会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